Good morning,Jesus! 早上,今天大家也早上 主題可以讓我們看 《夕北來書》第四章第十節 因為那真是安逸的 我們是想讓自己的家 參加上帝的 想讓自己的家族 你以為一杯水有熱湯 其實一杯水的重量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辦法噴多久 起一分鐘,我相信你一定沒有問題 起一分鐘,你有可能的手會很傷 但是如果起一天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救火車了 一杯水的重量都一樣 從早上到晚 對著你起一分鐘、起一分鐘 都會受傷 但是你有發覺 你起越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會拿電動 這就是我們的壓力一樣 如果我們一直放在心情的時候 無關時間的感覺到最後 我們立即把這個壓力抵掉 所以我們必須要學習的 就是放下這杯水 休息一下 這段正經提醒我們說 因為那真是安逸的 是休息了自己的家 我們要學習 到我們一切都坐下 完完整的方向 我們要學習到主的民情 和交通、便宜 願意信口和順喉 所以這裡在現在 為什麼需要社會主人 因為在主活的中間 就是在一边给我们安全来到它的理性 可以完完整整享受 在住里面的安逾 将我们的一切 担担过路 交给住的时候 担到住那里 新的两更 上帝的担任 可以走全面的道路 无论我们在生活中间 遇到什么困难 无论我们在生活里面 有什么样的策略 今天我们就学习 信任和顺务吧 我们无论将我们的厚务 住在我们的潜郡中间 无论将我们的厚务 一直带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圣经里面跟我们说 我们如果路口不够大 可以到它的时分步骤前 会让我们在这儿安逾 我不知道你 现时有香几杯水 学习将水帮来吧 三角职位 享受住所胸口 给我们一种有厚务 作为我们木质的安逾 作为来记得 祢要上帝来到你的面前 感谢祢 让我们可以知道 祢要我们享受祢的安逾 因为祢安逾里面 我们可以坚励 专心在这儿活力的灵力 我们主的灵 继续 时分寿佛 我们每一个人 当然我们的家庭和日 现在就我们在面前 用心灵和生死相对的敬拜 向祢安逾基督 圣灵基督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姐妹 我们上帝 时分寿佛丽 与你一个日子